軍用卡車閃著車燈打橫卡在車道上 因為左前輪下方一輛機車撞得四分五裂 零件盆飛四散 你們這台車是哪邊第一個撞擊點 這裡嗎 第一個撞擊點是在這裡吧 對第一個撞擊點 機車很躺 車廂物品散落 安全帽也掉在一旁 騎士受傷送醫 車上多名軍方人員都下車 一邊協助警方 一邊在車道幫忙指揮 車禍發生在屏東方山 二十一號晚上六點多 這輛軍卡要從重砲射擊陣地的小路 右轉到臺二十六線 缺憾執行機車差狀 導致八十二歲騎士頭受傷送醫 軍車駕駛及乘客均無人受傷 九車只為零 令普仲機駕駛受傷意識清楚 還好騎車老歐沒事 但誇張的是這輛軍卡是陸軍 八軍團四三砲指部的中型戰術輪車 二十號才因為駕駛開車分心 以下喬手機 以下摸扶手 又疑似拿無線電都摸摸吸摸摸 導致自撞陸數其人受傷 隔天二十一號晚上又在同一條 台二十六線上再度車禍 只相隔一天相距三公里 就發生兩起軍卡車禍 一輛中型戰術輪車 昨日在執行任務反營期間 與機車發生差撞 另外會遲衡強化官兵的行車安全教育 及防衛駕駛觀念 卻為部隊行動安全 指揮讓軍卡先行通過 下周就是天壘操演 陸軍八軍團四三砲指部 為提前建制砲陣地 但明明都有指揮和吹哨 兩天內還能接連兩件車禍 官兵們可得繃緊神經